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1日 今天看到国内的官媒披露了一条消息 天津滨海兴趣 在这个南环铁路桥 在这个建设施工程当中 发现了发生了突发事件 这个坍塌事故比较严重 造成745伤 给大家看到网络的截图 这是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片 那么现在这个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我们知道国内 你想31个省市自治区 发生一些事故也是很正常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我认为和天津市的主要的领导人 就李洪宗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要谈一谈 那么11月1号上午9点左右 天津南环铁路 叫微修有限公司 就公司在施工 在这个临港铁路 就更换这个桥枕作业 30玉米长的这个桥梁 突然间就倒塌了 砸到这个下面有一个施工车辆 有些人困在里面挖掘机翻倒了 结果最后呢 这个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也比较严重了 一下死了几个人啊 五个人这个受伤 这个当地我看很多的基层领导啊 正在调查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啊 那滨海新区政府在官方的微博当中讲呢 说是这个 已经找到了最后一名这个失联人员了 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在调查 实际上就是知道了 他现在也不能报道 他在等什么 等上级批准 不能随便报道这种突发事件 你如果报了以后 一旦李洪总打动 给你加个罪名 这个那就麻烦了 中共这个领导人啊 地方领导人啊 和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是主掌 这个中南海这个决策层的大权 李洪总在这个天津 那就是地方官 他是一言九鼎 肯定怎么报道 什么规模 什么原因 怎么处理 要体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正能量啊 肯定是有规定 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看 很多网民发了些消息 很感动人啊 有些网民讲到 说十二个家庭又要磨难了 你可不是吧 这么多人死掉了 你想 死去的人不能再回来 原本是上班走的 好好的 活蹦乱跳的 家人都盼望 下班就回来了 结果你想 突然间就没了 这是生命不能沉重的 一个精神打击啊 医生都不能回这个 疗救心灵的这个创伤啊 所以说是很令人难过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天津 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故了 尤其是天津的冰海兴区 冰海兴区 所谓一个经济增长点 是一个对外开放的 一个高地 一个热点 我们知道 前几年天津大爆炸 那不是死的人更多吗 这个也是轰动一时 那么大一个案件 你想 习近平连面都没招 李克强是后来才去的 这个刘延东第一个 以副总理的身份 去那么看了一看 你想当官的考虑什么 当官考虑就是 自己的生命 忠于泰山 想着自己的安全 他为什么不能第一次 上爆炸现场 怕自己这个出事 因为你一个大爆炸 原因未明 什么东西爆炸 爆炸之后 七体这个宣泄 这个有污染啊 甚至有可能 有这个遗留的问题 所以不敢去 可见就是这些当官的 你看这个开会是 讲的可好了 讲的都是冠冕堂皇 实际上做起来 比谁都胆小和自私 你看那新型冠状病毒 来临的时候 几十天看不到 美大领袖 也不知道藏在哪里 后来好不用判出来 老百姓判 星星判月亮 带个大口诈 这个我都 这个故事我都讲了很多遍 但是你不讲心里堵得慌 真的 你看这个北京 不是规定吗 你这个航班不能直飞北京 美国的航班 我用美国有朋友告诉我 就是先要落到大连去 住到大连一个酒店里 先筛选一下 没有新型冠状病毒 然后再要飞到北京 你就通过这个举动 就可以看出这些当官的多么的自私 多么的一个格局小 多么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卑鄙卑劣 但是他却在会上 你看假的 假的 那是云山古照的 都是为人力付 你看到这个消息 你就知道了 这个现场情况 根据目前的报道 李洪中能去看看吗 李洪中关心的是什么 你看李洪中 我们知道 以前我多次讲过 李洪中是第一个 在2016年10月10号 在天津日报就发表了文章 高调吹捧习近平 题目叫什么呢 讲政治的执行合议者 文中李洪中把习近平的话 对党绝对忠诚 要在绝对两个字做文章 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 不采任何杂志的 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 习近平就想叫地鞋这些人 变成马匹鲸 对他有绝对的忠诚 引申为 李洪中进行了盛化 盛化到什么程度呢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因为李洪中 这个不是官儿代 不是红儿代 但是他盘上了李铁英 这个大树 以前我讲过 李洪中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分配到那个 辽宁省 这个机关工作 有个缘分 就是正好 李铁英在那种妒记 辽宁省委书记 是吧 最早是海城市委书记 那么在那种妒记 需要这个能写的笔杆子 李洪中有点文采 毕竟是大学本科毕业 对吧 那么盘上这个李铁英以后 就自认为自己属于 红二代的这个 这个 副产品了 就跟着这个 这个李铁英就上身 一不五上 李铁英走哪 他走哪 李铁英快退了 把他安排一个大官儿 到广东城去 改革开放最好的地方 深圳当领头 所以他 他那是最多的 我跟你讲 但是习近平不动他 为什么 他们都是一伙的 你想 都是红二代 他那战是应该的 这个 他跌创的天下 他那是 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 李洪中就是 自己为自己 和这个李铁英是战光了 所以习近平对他也是 比较 就感兴趣 既然感兴趣 李洪中为了表示忠诚 你毕竟插一插 这属于副产品 还不是正品 所以他就 反复强调自己忠诚 而且 还要通过这篇文章 告诉别人忠诚 特别是在天津 这个 这个 党委的一般会议上 多次讲话 都是 以 凌人肉麻的 这些 口吻吹 吹捧习近平 他讲话怎么讲 他说 这个 条例 他讲的 第16届 18届 六中全会 通过了一个 准则和条例 的精神实质 他说 讲话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党的领袖的思想 理论情怀 人格魅力 政治下境界 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 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真功夫 但是 我想问问这个 李宏宗 习近平这些 讲话这些东西 能解决刚才讲这个 这个桥梁 后来倒塌的 这个事情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能吧 关键是什么 还是 你要想解决这些 突发事件 这些因为工程质量 造成人 胜利财产损失的问题 还得靠什么 就是 政治体制改革 民选总统 民选领导人 你要如果天津这个地方 这些各级领导干部 都是老百姓一票选举 你这个工程质量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看加拿大 哪有这种事 很少来了这十年 十多年 很少听到 说哪个地方 突然间的桥梁倒塌了 你不能倒塌 因为那个质量 是非常严格的 你就拿这里建造的房屋 你到每一个卖房子 那个地方去开 这里经常星期六 星天有 这个open house 这个开放 就是可以开房子 你就开放那房 那个卖房 那个人第七 那第七 就房子什么时候建 转了几手 那都清清楚楚的 里边的这个水电 这个各个部门 这个各个环节的安装 全有档案 哪个都有签字 那很真实 我跟家 绝对是不含糊的 不像中国给他好处 洗了糊涂 捡了大路 倒了以后 再洗了糊涂重建 无所谓 他小舅 他大舅 是什么 这个规划局局长 那就是漫天过海 有一个是一个 李宏宗也是一样 李宏宗你想 他现在能关心这些 类似着大小倒塌 砸死人他事 他能放上心上 他绝对终成为是习近平 谢谢 我只要把习近平霸击好了 一切都有了 对不对 以前是霸击这个 李宏 这个李铁英 李铁英现在年事已高 身体也不好 这个名声也不好 马上也就 就就拜拜了 他就想靠一个心 靠神 那就是歌颂习近平 习近平好大戏功啊 觉得叫别人尊重自己 忠诚自己 我就给你个罐当 他每天就这样想 所以他怎么能理这些 刚才讲的这些老百姓死不死 活不活 你像这个网友讲的多好 他说十几个家庭 受磨难了 李宏宗能有这个想法 李宏宗每天就想着 我怎么自己吃喝玩 我怎么能当官的 我想抓谁 李府白名其抓起来了 我想搞什么都就能搞成 他想就是这件事 他还能想这个 天津滨海新区 南环这个铁路桥 在施工 那么下班的时候 顺便去看一看 你施工怎么样 他能想这个事吗 他不会想这个事 最多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一拍桌子 等把这个 冰海新区的这个主人叫来骂一通 也就完事了 或者换一个人就完了 他不会的 因为政治体制不一样 中国必须有政治体制 给彻底的抛弃 共产党这些贪官污吏 中国的老百姓才有明天 说这些死的人都白死 真的 你看像蚂蚁一样 在那干活呢 劳动呢 呼吸一声掉下去了 然后到时候领导来了 找家俗 善后给几个钱 给个三千五千 三万五万 最多给那个十万八万 然后就了结了 再过一段一时间 连家人都啊 这个钱人 足部都淡忘了 又开始新的一轮 腐败和这个 这个践踏人民 所以中共这个统治长 必须总结 户害中共老百姓 多少年 从上到下 习近平想的就是 你对我总成 我把官当的 自己说 他也不会关心这些东西 能关心吗 你想 你看他前几天 批示 一个戏曲 学校的院长 唱个歌 跳个舞 唱个戏一点 你看他认真批示 这种事情 他怎么不批示 他为什么不批示 写写 对着老百姓 十二个家庭 要认真的抚恤 多给他补助 要这个查找这个原因 要处分这些官员 要把李鸿忠撤职 他能写啊 他们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的 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